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第五天了 面耶稣福祸的世界 今天的福音是路加圣时写的 他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 那时候 耶稣的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 就把他在路上所遇到的事 和在那里分禀的事 认出耶稣的经过 述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个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惊慌起来 像是见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害怕 为什么心里疑惑呢 你们看 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 你们默默看 要知道 鬼是没有弱 没有骨头的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 指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高兴 还是不敢相信 只是惊讶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块烤鱼 他接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凡是每次法律 先知和圣用上关于我所记载的都必定要应念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 使他们理解经书 对他们说 经上所记载的 基督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之中复活 人要用他的名字 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外民 使他们得到罪的赦免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今天路加不是 耶稣的直接的门弟子 他是个医生 他是比较于学问的 可是他写的顺经 他写中途大师了 写的很多 今天所讲的 就是耶稣五十两个门徒 他们看了耶稣 又回到这边来 就在他们那里就报告 中途们 我们看到耶稣了 他们正在说的时候 耶稣显示给那些个门徒 因为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心理整理 表示说 前几天说的话都不相信 他们自己没有看到 那么惊慌起来 还为好像是看了鬼 那耶稣那样好心 给他们说 你们怕什么 看我的脚 看我的手 甚至没有办法要证明 他是活的人 所以他说 你们有什么东西吃的吗 结果拿一块鱼给他 当着他们吃了 那这里表示说 信耶稣复活 实在是不容易 但是假如你当马道福音 第25章 耶稣就共审判的时候 这个非常明显 耶稣人是将来要复活的 不但是耶稣复活了 我们将来也要复活 复活之后 好人坏人 都要受最后的审判 所以现在 耶稣没有别的办法 当着这些人 献献给他们 这些个中心还不相信 所以要拿一块鱼给他吃 他吃了以后 耶稣给他们 叫他们说 你们要有爱信心 要有爱心 为什么常常疑活 所以耶稣是苦口婆心的 拿出手 搅给他们看 而且吃东西给他们看 叫他们相信 同时也是叫他们回想 你们看 从前古先知们 怎么样预言 将来有童真女 要生一个小男孩 然后这个小男孩 是耶稣 天主给他的名字 叫做Emmanuel 就是上帝 同他在一起 他要救赎人类 把人类回归到天主 叫他们 朝拜天主 那么救世主呢 必须要受苦 而且呢 从老早讲过 第三天就要复活 所以古经里边 所说的事 都要应念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这些宗徒们开始 还是有点 犹豫不就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一下子显现出来 他们还有一点害怕 救世主来到 他们没有了解 因为当时候的宗徒们 你看包括十二个门头中间 一个出卖了耶稣 他们通常三年在一起 他们没有相信 他是救世主 而且呢 就是把他出卖了 他们希望他做大事 但是他也说没有这个目标 所以不再崇拜 在这里啊 我们想起啊 很多人呢 崇拜协生 耶稣来到之后 叫他们不要去崇拜协生 那受三年的教育的门徒 还是怀疑 所以人呢 太自信的话 太骄傲 就没有办法认识天主 今年教宗特别提醒 信德年 凡是有很多学问的人 那点话 有一句话说 喜恩吉啊 因福拉特 像审徒宗特所讲的话 有学问的人会骄傲 骄傲的人 不会有信德 所以我们在 这一个星期内 特别相信 深深相信 耶稣基督是复活 他是救世主 按照他所说的 他来是会拯救人类 他是要经过死亡 来到复活 经过痛苦 得到光荣 所以现在呢 耶稣生了天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也要复活 我们的身体也要同样一起复活 然后在天堂上 见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